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明明是一个理科生,却很喜欢艺术 明明不懂艺术,却有这一颗热爱艺术的心 艺术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摄影其实就是一门艺术 但是拍了这么些照片之后,我发现 我拍的照片顶多只能是纪录,绝对不是艺术 我也经常问自己,艺术到底是什么呢 在成都玩的时候,听说成都美术馆有展出 我立马预约了门票,第二天就过去观展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艺术馆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忐忑的 因为我害怕自己什么也不懂,遭人笑话 在美术馆里游览了一圈之后 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我拍的照片不艺术 艺术其实是需要付出很多行动的 即便是展馆里各个展品摆放的位置 它的灯光,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设计的 更别说展馆里面展出的艺术品了 那些看似简单的展品 或许它的创作者需要很多个日夜才能把它创造出来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我在拍照时候的感受 很多情况下,我拍照的冲动 其实是记录当下的画面 记录当下的情绪 并没有考虑到很多审美方面的东西 就拿构图来说吧 我懂的构图技巧都是大家会用的 我并没有真的去思考过 我应该怎么去构图 或者说为什么要去构图 当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 我就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构图这件事 我透过相机取景框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希望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物体本身 我希望我能捕捉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画面 而是这个画面里各个物体之间的联系 我想要的是在这个画面里 每一个物体都是有它的作用的 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我不想刻意突出某一个物体 而是让物体之间相互交流 让这一个交流组成它们共同的画面 出了艺术馆之后 我还是不懂艺术 可是我热爱艺术的心似乎更加澎湃了 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视频 下期视频我们在西双短纳见吧 热爱摄影 热爱生活 下期见 下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